草屯镇玉石社区举办106年度重阳节庆祝活动 现场聚集了许多社区长辈们参与 而活动中也特别安排了 结婚65年以上的奖项来表扬长辈们 也配合了季节的变迁 邀请草屯疗养院到场来为长辈们宣导 卫生及身体注意事项 106年的一个九九重阳的敬老活动 这个敬老活动 我们有办做一关九九重阳发放敬老心 我们有一个精分表扬活动 这是很难得结婚60年以上的活动 为了老人家的活动 他的身体健康 我们也有请我们卫福部的草屯療养院 来给老人家做一个身体的保养 先议员宁洪也到场给予长辈们祝福 希望长辈们可以健康快乐的过每一天 照着中阳这个时候 我们来表达出我们的世大人对台湾经济的贡献 在他们这个我们少年一辈来表达出 对他们这个困定 等级的贡献的感恩 所以旧旧中阳是我们传统上非常注重的这个建立 英雄就这个机会嘛 就给我们南大冠的世大 福日丹海 守秘兰山 就给我们大家可以健康久久 快乐久久 可以每天都非常欢喜快乐 过每一天 先议员检井前肯定里长的用心 现场更是有七八十岁的长辈在做志工 两位老当益壮 要过七八十岁要过出来 做工做人员 真正是非常不简单 非常地感谢 交公老人会 可以说哇 爺爺爺爺 来庆祝庁 我们很多 结婚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地欢喜 我们也感谢 我们的里长 很用心 会长很用心 让我们的世大人吃得老老老 竟然在这里 我们所有的世大人 两阳节快乐 期望在庆祝活动中 可以让社区长辈们感受到过节的气氛 也祝福长辈们 重阳节快乐 记者 刘永胜 草豚 采访报道